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台北医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黄志汉金表示,根据劳机法规定,只要是连续性工作都需签署不定期契约,但医师却因为不受劳机法保障,只能跟医院签署定期契约,一年一聘等同开除医师不需理由,不仅工作没保障,也领不到资遣费。 黄志汉呼吁政府应正式医师劳动权长期被漠视的情况,台北医师职业工会经召开记者会控诉医师因激行契约绑架劳权在医师节前不快乐。 台北医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黄志汉表示,部分医院在签署契约时,多以违约金限制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需贷满契约服务免线,否则就需负担一至两个月,相当至少十万元新台币的薪资。 台北医师职业工会理事许瑞山则说,这对想转换跑道或因家庭因素需离职的医师来说,非常不公平。 台北医师职业工会理事郭宇廷表示,多数医师的定期契约中也在明,医师服务地点应随医院业务需求调动不得有意义。 但医师的服务地点调动不但会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病人权益也可能受损。 郭宇廷表示,判政府能协助医师,让医师享有劳基法保障工作地点调动也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权益。 政大劳工研究所教授刘梅君表示,医师与医院是明显雇佣关系,多年来医院却拒绝让医师适用劳基法雇主织想要权。 力不想尽义务,雇主要医师离职时一毛都不用给,批评医院怎么可以把医师当用过就丢得保利笼。 刘梅君表示,医师每个都是带枪投靠医院的集占力,雇主应正视医师享有的劳动权利也呼吁政府应正视此事。